明水之战后,唐朝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剩下的割据势力都不足为患,他们的实力都比较弱小 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这些割据势力的结局 首先我们来看看高开道 高开道也是牛黑塔横扫河北的大力支持者 牛黑塔战败以后,他的部下都不想再打了 他却不死心,积蓄唐朝为敌 正好这个时候呢,牛黑塔手下有一位名叫张军丽的大将 他想给自己找条出路,于是他决定投向唐朝 但是却苦于没有见面你,所以他便盯上了高开道这份大力 很快他与高开道的部将张金树联手杀了高开道 此时,在北方已经没有一股力量可以与唐朝抗衡 所以李唐把目标对准了江淮地区 唐初,北方有三巨头,其实在江淮地区也有三巨头 他们分别是杜甫威、李子通、沈法新 随莫大乱时,杜甫威与好友俯工时 在今天山东境内的长百山起义 当时,由于北方竞争太激烈 杜甫威带着自己的家当 来到较为平静的南方发展 到了南方以后,他降服了一些当地的武装力量 势力渐渐壮大 李世民平定削举后,李渊就招降了杜甫威 但是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军臣关系 因为李唐对杜甫威的地盘根本就没有实施有效的统治 说起江淮三巨头 其中李子通实力最强 他首先南渡长江击败了沈法新 占领了沈法新的大片领土 沈法新被迫逃到吴郡养伤 不久,杜甫威趁势进攻李子通 李子通兵败放弃江都,奔走太湖 正好这个时候沈法新在吴郡养伤 他对在垂死边缘的沈法新发动攻击 占领了吴郡 沈法新这下连家底都输光了 带着几百人逃亡 窘迫之下投河自尽 李子通占领了沈法新所有的地盘 死而复生了 李世民大败杜剑德后 杜甫威借着唐朝的声威对李子通发动猛攻 双方在今天的苏州展开决战 李子通兵败被俘 杜甫威将他押往长安交给了李渊 自此长江下游山雄争霸 以杜甫威的全胜而告终 其实在李渊心里 杜甫威只不过是另一个割据政权罢了 加上他之前屡次更换门庭 不值得信赖 杜甫威心里也清楚 唐朝统一中原以后 他将会是下一个目标 李世民大败牛黑他以后 目标开始往江淮地去转移 而此时 徐元朗的地盘正好夹在唐朝与杜甫威之间 徐元朗这个人是明显的强头草 最开始他戴着自己的部下衣服李密 李密战败以后 他又投靠了王世冲 王世冲战败后 他为了保存实力又降唐 牛黑他起誓以后 他又叛唐响应牛黑他 徐元朗听问牛黑他战败十分害怕 他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 利用诈降的方式 兼并了军阀牛士车的部队 并且利用牛士车的声望 收复了乔州 启州 在牛士车没有利用架值后 徐元朗将其杀害 其实徐元朗这个人格局很小 靠蛮力和狡诈起家 总是干一些背心弃异的事 徐元朗所出的位置也比较尴尬 他往南就是江淮地区的杜甫威 李世民击败牛黑他后 率军从黎阳向基因进发 一路上势入破竹 连破十余城 深圳怀寺 其实说白了 李世民这样做 无非就是为了震慑杜甫威 杜甫威也不傻 李世民这样做不就是敲山正虎吗 他为了消除李渊对自己的疑虑 决定放弃兵权 所以他主动骤情入朝 李渊自然很高兴呢 给了杜甫威高官厚禄 把他留在了长安 一年以后 也就是武德六年八月 杜甫威的副手 辅公使与王雄弹 搞起了泪斗 辅公使杀了王雄弹 夺取了兵权 辅公使为了取得大家的支持 谎称杜甫威写信给他 要他举兵 将士们相信了 举起了反唐大旗 辅公使随即在弹阳称帝 见国号为宋 不久 辅公使被唐将李孝公李靖击败 辅公使被斩首 就在礼堂讨伐辅公使期间 杜甫威突然暴毙 死因不明 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唐朝 但是官方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 李渊猝死了杜甫威 只有新唐叔说他扶云母中毒而死 到底是怎么中毒的 就不知道了 这会江淮地区的割据失礼 算是彻底少除了 我们再来看看唐朝统一战争的 最后一个敌人 梁士都 梁士都这个人也是靠突厥发家 他跟刘武周都是突厥的左膀右臂 毕竟梁士都的地盘地广人稀 不抱突厥的大腿怎么生存 而对于突厥来说 掌控梁士都就掌控了 河套以南的大片领土 在唐朝统一战争期间 梁士都屡次被击败 又屡次靠着突厥渡过难关 死而复生 他在突厥的支持下经常从北边骚扰唐朝 5的7年8月 突厥举全国之力南下进攻长安 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放弃长安 迁都到别的地方去 李世民却坚决反对 他说他一定会申请杰利克汗 李世民率军来到挣钱 他早就听闻突厥内部的矛盾 于是他来到挣钱对突厥渡大喊 我与你败过靶子的 你干嘛来反 旁边的杰利克汗听后 便开始怀疑突厥渡可能与唐朝勾结 他怕突厥渡趁机谋害自己 所以他不敢贸然进攻 同时李世民派人与突厥谈判 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 李世民也学起了牛邦 搞起了和亲 还送了大量的财宝给突厥 这个就是他们谈判的内容 大概过了两年 也就是武德九年的秋天 突厥又大居入侵唐朝 这一次又是梁师都给他做向导 突厥一路上势如破竹 一直打到了渭水岸边 距离长安只有咫尺之咬 突厥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入侵 因为这一年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他刚刚登基 太宗皇帝带着少量的亲信来到渭河 与杰利克汗对话 根据自通鉴记载呢 这个李世民很气愤 他说我不是给了你钱 又送了你美女吗 你怎么又来了 紧接着 太宗皇帝继续与杰利克汗谈判 至于这个谈判的内容 官方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 估计太宗皇帝又答应了不少去路条件 所以没有记载下来 因为他刚刚登基地位不稳嘛 他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发动战争 后来双方在汴桥举行了盟约仪式 仪式结束以后 突厥撤军 太宗皇帝看来 梁氏都一定不能留 有他这个引路人在 关中以北的保护伞就没有了 所以他决定除掉梁氏都 首先他派小部队骚扰梁氏都 比如在收割的季节 他派人践踏梁氏都的梁田 让他缺梁 还有了唐军抓住梁氏都的部下 又将他们放了 目的是让梁氏都怀疑自己的部下不忠 贞观二年 也就是公元628年 李世民发动统一战争的最后一战 突厥听闻以后又派兵征援梁氏都 结果被唐军打了大败 梁氏都拼死抵抗 这会儿他的部下却不乐意了 纷纷投向唐朝 后来梁氏都的亲信将其杀害献给了唐朝 唐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关于突厥后来发生了泪乱 加上又发生了雪灾 大部分牲畜都冻死了 突厥人当时为了冲击 挖雪地里冻死的牲畜的骨头磨成粉吃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产状 突厥已经山穷水尽了 太宗皇帝觉得歼灭突厥的大好时机来了 他绝不能等到突厥水潮丰美之后再打 到时候牛羊都吃饱了 还怎么打 于是太宗皇帝派李靖和李士基攻打突厥 李靖带着一万精兵日夜兼臣 向突厥大营直扑而去 唐军距离杰利科汗的大营都只有十几里了 才被发现 这个时候突厥已经来不及组织军队 杰利科汗兵败被俘 唐军俘虏突厥十几万人 这个时候唐朝的心腹大患总算铲除了 唐朝吊打突厥 震撼了整个东亚和中亚 太宗皇帝被各国酋长用力为天克汗 唐朝统一战争也算圆满结束